大家好,是醉鱼,今天就是我们的全荒零样子,欢迎在一起207版的实况 对着你说,这场比赛来自于平台顶级高手,战天成和萧成拳 战天成开场选出离草对面威斯应战 离草属于一个爆发力超强的角色 但是今天开场好像就到空中溜的那一圈 任何萧成拳这个连撞狂魔,他开启了连撞模式 好,镰刀腿没有射割刀,但是又又撞,开启了个BC 对手稍微有一点点防御不好,就被撞飞 好,战天成还剩下最后一点血 但是只剩下残血的战天成是最可怕的 在之前我们也会过,战天成这个残血爆发呀 这一局仍然是如此,仍然是草属残血接大手提 打出了相当帅气的一套连招 威斯还不死心,他还想用撞的方式拿下套厅 但是套厅这一次有所防范 落地板别圣灵器将接上一发进藏大招灵势 结束了,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 好的,这一局其实 萧生拳这个连撞已经被识破了 后面已经是非常无力了 咱们来看这一场的话 战天成没有多少血了 但是他又开启了个BC连 上去小千月阳,气势该上天 大声烧一下 又让萧生拳损失了大半管血呀 好,战天成 哎呀,战天成这个闪身直接被抓了 接着来看下一局吧 下一局来看战天成的下一个角色 高手打这个群皇 抓到一套就是非常疼啊 好,这一次的话战天成龙二来了 今天战天成限定了一个龙二啊 哎,但是被萧生拳摸到一套 现在萧生拳要休 萧生拳取消,萧生拳取消 萧生拳取消 最后再跟一发大招 哎哎,想跟熊龙卷风啊 没想到跟那个小旋风 这是属于串招 但是东帐他又快速的反应了过来 闪到背后跟一个大选风 接着来看下一局 战天成限定角色就这么贵了 下一局看战天成的东帐 这下有得拼了啊 都是东帐 而且血量都差不多 战天成开上一个跳中的 直接踢到了对手脸上 接着就是一套BC打击对手的面部 好,再生了取消 生了取消 然后再狂踢对手当步 最后已经撑不住了 最后来一发黄金飞溪啊 结束战斗 在这儿来看消身权 最后一个 维普姐姐 好,这已经是第五局了 双方准备开始一个巅峰之战 哎,维普快速的一个闪身 接勾腿 该接超杀 非常的稳 好,超比杀之后 东帐再次起身 起身之后看到会有什么操作 现在谁摸到一套 谁输谁赢 这都不好说 哎,东帐滑铲没有开下BC 东帐其实在这个版本里 化身滑铲怪啊 这个滑铲非常好使 呃,大招够被勾了 那这下没有了 这一招也是够狠啊 好的,我们接着看下一场 消身权率先拿下一分啊 下一场战天成表示不服 他快速的接上一臂 来看这次接必然限定一个龙儿 后面还有草体精跟安剑 好的 修身权的威斯又是周围首发选手 来打啊 哦,直接接撞 撞,连撞 连撞 又是先让龙儿到空中溜达一圈啊 我们来看要不要再撞 这一局战天成龙儿好像对这一招有免疫力了 哎,但是还是被撞飞了 直接轻腿开BC就接撞 没办法 这个招式太变态啊 龙儿瞬间被撞得上一点点血了 啊,威斯再撞 那这下就真的把他给撞死了 点到腿 一点血 龙儿还在不断的乱闪身呢 那正中威斯的下怀 威斯这个撞 专制闪身 下一局看战天成的安剑 哎,安剑快速跳上一个立项 这招还是蛮准的 立项过来开BC 板边循环接比杀 哎,板边又开了一个BC 双BC 双BC脸 看你死不死啊 看来萧正权这一局是无力回天了 这点血量 最后一门拳 好的,萧正权还有一点血 安剑还试图再开一个逆向 但是,哎,威斯刚才应该是想接紧藏大招 但是没有接触啊 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可惜了 想秀没有秀起来 接着咱们来看萧正权的金家帆出手 快速一个跳臂直接破招 旋风腿强开BC 旋风的记忆备夹只 哎呀,半游战打偏了打偏了 但是战天城也没有抓到已经这一次超好的机会 现在战天城开着接抓 连跳 一波BC开过去 板边循环接超杀 666 好漂亮 超比萨超比萨 比萨来了 可以 最后一拳之后 萧正权在此 其实只是来了个隐藏 暂时已经晚了 现在出隐藏 这个隐藏也被战天城猜到了 他向上跳下 他就是躲避这个隐藏 然后快速抢上一招 好的,现在来到了第四局 看萧正权的大破展翅 马克西马 哎呀,直接开BC 强开 板边 哎,失误 出错招式了 出这一招应该是连不上的 现在马克西马再次强开一个BC 但是安吉尔也试图快速抢上一招 并没有成功 马克西马继续炮拳追击 炮拳追击 只要你敢跳 这一招肯定让你中 大招抓住 刚才就是应该可以出这个大招 没想到出了一个 那个大招 可惜了 一波三连顶 拿下战天城 战天城的最后一个角色也要来了 好的,我们来看战天城草体精 这下这个草体精有没有一个超强爆发 奈尔洛直接让他倒地 然后跳进队快速开 哎,没有开起来 奈尔洛 好的,轻手 没压气速该上天 本边缩铁 他漂亮 中间又开的是BC大蛇剃 真是他说白白了 草体精上场就这么帅 看来战天城对草体精挺有独钟 现在比分拉平了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随才的真正的王者呢 我们师妹一带 这一次萧真拳也有一个草体精 好 战天城还是用龙二作为开场 来打击对面草体精 哎,草体直接就想跳过去压制吗 但是这个闪身成了最大破绽 龙二也没有抓住机会 草体快速闪到背后 迪爱给他来上一套 千月阳接圣龙接大蛇剃 现在已经打掉了半管血 草体继续进行一波追击 那要倒地 好,下半攻击追不到 闪到标射中拳 最后开了个BC 再给他来一发大蛇体 这局应该可以宣告结束了 但是伤害修正了好多 这个版本 如果是在原版的话 这个大蛇体爆发力比这个要强得多呀 再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 你看战天城的比例 黑比例 哎,这个黑比例 让我想到了一个歌词啊 黑比例开场就开启了一个转棍子模式 对的就是再截转棍子 连续转棍子 萧生拳只能 啊,任气宰割 没有任何办法 只有再来一波烽火轮 哦,60多连真的烧死 拼火的话 感觉比例也没有怕过谁呀 好吧 咱们来看萧生拳的安迪来了 中间连统统出场 这如果再 哎,安迪也开始斩引拳空破坛 进行快速开人 但是被点了下板 打击都来 打击都取消 打击都取消 最后跟一发大招 现在最后剩了一点点血 哎,安迪又抢了一个BC 现在开启了无限气模式 反弹空破坛 一点血还可以再强开BC 反正只要无限气的时候 直接是硬钢就死了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我们来看占天成的板气凉 现在笑容忍权这一局还是蛮可怕的啊 感觉大局一定 占天成再想有大动作是很难了 对手只要压住你 你就别想起来 现在这个状态 哎,圣龙取消大招 感觉占天成可以一试 好的,抢上一招 骗头 头到角落还该再压 哎呀 哎,好机会 没想到安迪有这么好的优势 就然输了 接着看下一场 下一场我们来看 萧生传最后一个红丸 二级塔红丸 二级塔红丸的连招在这个里面 也是超级秀的 只要能点到一个下星角 开BC 哎,圣特马斯开BC 两段 来开三段 中间又开着别四段 来不开五段 哦,五段 圣特马斯暂时并没有开启了一个雷光拳 现在反而中了一发天地霸王拳 晕了 哦,现在板气蓝再来一套BC 打鸡头 那这一下整天成的 我翻盘了 漂亮啊 大家来帮关注每天更新静态队的视频